第五十一章,大黑猫 小说,丹道至尊 作者,明雷 但许清禾和众多妖兽都知道 他第一次冲击境界失败了 大尼调整了一下位置 就开始重新吸收月华的力量和灵气 只是这次吸收相比之前要更加凶猛,更加急躁 而周围的其他妖兽也有些躁动起来 只不过是属于欢呼 如果大尼境界彻底失败的话 他们可能有机会分食了这个同阶的存在 也就在大家注意了被分散的时候 这个黑色的阴影不知道何时也发现了许清禾的奇特 应该与他身上的邪性有关 竟然大老远地蔓延出一条黑色的触手 缓缓地向着许清禾的后背而来 而盯着他的许清禾竟然没有丝毫发现 很快,大尼又进行了第二次冲击 这次威势相比之前更加强大 释放的妖气更加浓郁 应该想借助第一次的经验 一鼓作气冲破智骨 可惜的是 这次又失败了 且失败之后 大尼口中竟然流出了不少的鲜血 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身体中的力量 衰弱了不少 越来越混乱的气势 以及明显衰败的身体 都可以知道 他这次失败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此时很多强大的妖兽 都表现出蠢蠢欲动的欲望 眼睛中闪着贪婪的光芒 特别是鳄龟 以及银色蝎子 更加是直接出现在了 大尼的攻击范围边缘 紧张的形势一触即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这次进阶很难成功 一鼓作气 扎衰 撒尔节 每一次冲击的失败 都预示着最终成功要下降一分 特别是经过第一次的试探 第二次强势冲击 第三次 不管是力量强弱 身体状态 意志都不是最佳的情况之下 想成功会很难 许清和淡淡地给江芷欣他们解释道 那些破镜大尼的妖兽 也只是想制造更加紧张的环境而已 促使大尼破阶的失败几率更加高 就在大尼准备要第三冲击境界的时候 许清和头顶的发簪突然一震 然后耳边就听到了一声淒厉的哀嚎声 像是一种妖兽受到攻击中伤后的嚎叫 许清和猛然转头 发现一条急速缩回去的黑影 迅速消失 就像受惊的蛇一般 是他 那团黑色未知的东西 他竟然趁着自己转移注意力的时候 想控制自己 却是被仙真的主动防御给重伤了 这是自己拥有仙真以来 第一次主动防御 可见这团黑漆漆的东西 非同小可 能让仙真发生反应的东西 起码是不平凡的 一般这样的东西 在凡间是很少见 应该与仙真所处阵营是对立的 邪恶的存在 只有这样 才会让处于封印中的仙真 主动防御重伤敌人 你们刚刚有听到凄厉的惨叫声吗 许清和转头看向一脸疑惑的江芷欣 他们问道 没有 所有的人都一脸愣笔地看向他 不知道他问啥 果然 这东西不是一般的存在 对此 他越来越感兴趣了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阴险狡猾 在他重新注视这团黑色东西的时候 被他控制的数十只妖兽 却是猛然扑向泥泽里面 正在蓄力的大泥 而大泥正处于第三次冲击的准备阶段 如果这次失败的话 恐怕最后的结局是生死难逃 面对二十几只弱小的妖兽 要破坏自己的境界 他也暴怒了起来 先是因为怒意 导致身体上的妖气一度混乱 气势猛然停顿 看来是又受伤了 但比起冲击境界失败而受的伤害 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巨大碗如扇子一样的尾巴 狠狠地扫向这些扑面来的妖兽 这些妖兽中弱小的裁炼器三四层而已 还没有靠近大泥 基本上就被这恐怖的力量 给震得化为了血物 融合进月华中 白中带点红 带点黑色的阴影 煞是好看 然后被大泥一口给全部吸入了身体中 这完全就是过去送菜的 而那些相对强大一点的妖兽 就算是没有被震死 基本上也好不到那里去 处于愣笔的状态 被大泥轻易地吞吃了好几只 另外几只虽然没有死 而对于大泥本身恐怖的防御来说 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原本只是戏剧的一幕 却是引起了其他观望的妖兽的混乱 很多时候 互相对峙中 就是千钧一发之际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影子 骚乱就开始了 这可能就是那团黑色东西 需要达到的效果 相比吸收月华修炼 直接吞噬妖兽 获取的力量来得加快 虽然吞噬的力量繁杂 也有隐患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练化 但短期提升速度快 这与打劫是一样的 来才快 虽然未必打劫的东西都是 自己想要的 但经过其他途径 还是可以变成自己需要东西 有妖兽开了先例 其他妖兽也不会安安静静地修炼 也不符合他们的习性 纷纷对周边的妖兽发起进攻 很快 不管是泥泽里面 还是森林里面 都已经大战成一团 特别是那只恶龟 控水能力非常恐怖 简直千变万化 各种水剑 水刀犹如下雨一样 席卷周围的妖兽 同时还有水龙一样的东西 把被切成两截的妖兽 以及鲜血 都卷入到他的口中 被吞噬掉 他的修为 可能没有大泥那么高 临近近接 但战斗实力 完全不属于大泥 都是控水战斗 斗得也旗鼓相当 还不忘时时捞好处 而远处的白月草 隐匿得很好 并没有显现出来 也没有贪婪地去猎杀一些弱小的妖兽 只是躲在周围 吸收那无穷无尽的月华 已经弥漫的血腥之气 随着战斗 以及吞噬的不断发生 严重地影响了大泥的正常境界 大泥展开了大开杀戒的气势 进攻凶猛 屡屡击败恶龟 击退银色蝎子 红甲巨蟒 以及铁花束表面上 拼死护着大泥 实际上好几次放水 让森林里面的妖兽 进入大泥的攻击范围内 对大泥也造成严重的骚扰 牵制它的力量 当然 它们也是趁机杀死了不少妖兽 然后吞噬 屡屡放水的它们 自然引起了大泥的不满 如果持续下去 它本次进阶的机会 可能完全要消失 需要重新准备 以及等下一个圆月夜 已经到了临界点的它 自然不甘就此措施机会 张口锯口 发出一声犹如娃娃哭泣的吼叫声 然后整个身体竟然脱离了尼泽 浮现到了空中 全身暴涨的妖气 包裹住它的身体 头顶出现了一个青色的光团 这个光团在不断暴涨 只是短短的时间 光球已经暴涨到了直径数米之距 里面蕴含的力量 让许清禾都感觉心惊肉跳 做好防御 固定好自己的身体 大招要来了 也就在它说完 周边的妖兽都在惊恐之中 还没有来得及逃离 就被这个恐怖的青色光团 暴涨爆炸开来的力量给席卷了 一股青色恐怖的能量冲天起 然后横向笼罩在整个你泽上 任何被笼罩的妖兽 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身体直接开始消散 就像被溶解了一样 非常恐怖 基本上只有大鳄龟和银色蝎子逃离出来 其他范围内的妖兽 全部都死了 留下的只有干干净净的骨哈而已 连一丝血肉都没有 就是大鳄龟和银色蝎子身上的气势 也明显都伪咽了三四成 可见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程度 面对大泥的大招 也不可避免地身受重伤 这应该是天赋能力 一般要进阶到助击期 才会觉醒的能力 他这是强行施展出来的 看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许清和整个人趴在树枝上 脸色很难看 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不流畅 他自然也受到了影响 而其他人 脸色更加苍白无血丝 趴在树枝上 闭着眼睛 瑟瑟发抖 就像要死了一样 大招过后 周围一片寂静 大鳄龟和银色蝎子 死死地盯着大泥 全身笼罩在妖气中 明显处于最高防御中 但丝毫不敢有所动 这样的大招 直接震慑住了所有 被鲜血刺激的 以及蠢蠢欲动的妖兽 大泥身上的气息 已经越来越不稳了 衰败越来越严重 甚至境界都开始不稳了 如果认真去看 可以发现他额头的位置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这就是强行使用天赋能力 付出的代价 替现在大泥又开始了 重新积蓄力量 要重新冲击境界 只是他目前只有一次机会了 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 他就完全失去了 冲破桎梏境界的机会 而且 境界可能直接由炼气巅峰 掉落到炼气九层 甚至八层 那时候 他除了逃跑 就只有被众多妖兽分食的下场 相比之前 现在更加安静 只是安静的有些怪异而已 空气里面 飘荡着浓郁的血腥之气 刺激着所有的人 以及所有的妖兽的理智 许清禾慢慢地坐起来 转头看向森林深处 冷笑了一声 就在刚刚 隐藏在黑暗中的老鼠 有些再次露出了马脚 在距离一则相对较远的森林里面 我怎么感觉 那个小子 好像发现我们了 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响起 怎么可能 就她的修为 没有这种能力 不要大惊小怪了 藏好 别被妖兽给发现了 前面几次 就是因为你落了马脚 导致我们被妖兽追杀 现在好不容易 妖兽都被引起 去了前方的泥泽里面 不然我们这趟东西没有捞到 可能已经把小命给丢了 苍老的男人声音 带着严肃教训道 好好 你说的都是对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 中年女人的声音 有些无奈倒 静观其变 而在森林的另外一边 一处黑色阴影中 那两个傻逼又在叽叽歪歪 一路上都没有消停过 这同样是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 只是很低沉 就像喉咙里面卡了弹一样 这不正好吗 帮我们吸引住了这么多妖兽的注意力 要不是他们 我们早被妖兽盯上了 这个声音中气比较足 应该是一个中年男人 芷芯这个丫头也是 偏偏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 这是非要害死我们这些老家伙不可 好了 不要抱怨了 她的是大家都知道 老祖也默认了 就看她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个小子 从前不管怎么高估她 这一路来 发现总是低估了她 徐家也不知道 走了什么狗屎运 要是生在我江家就好了 怎么舍得逐出家门 没有生在江家 未必就不能成为江家人 你没有发现吗 芷芯这个丫头 对她很是上心的 大瑞正在叙利的时候 其他的妖兽都严正以待 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只有那团黑色阴影 很不老实 本章完 第52章 要失败吗 小说 单道至尊 作者 明雷 之前她控制的妖兽 全部都死了 但好像 对她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有又分出 不少触角一样的东西 蔓延向距离她相对较劲的妖兽 经过刚刚妖兽混战之后 现在生存下来的妖兽 基本上都有炼器七层以上 甚至炼器九层的修为境界 她这是打算控制这些强大的妖兽了 对于她的举动 许清禾没有多大反应 而是盯着众多阴影触角中的一根 她竟然要去招惹处于炼器巅峰的白月枣 一根明显比其他阴影触角 要更加粗壮的黑色阴影 向着白月枣的方向去 它们互相距离的位置 本身不算太远 这个黑影很快就靠近了 阴影的触角 先是试探性地碰触到了白月枣的曲片 碰触的瞬间 白月枣整个身体猛然收缩起来 所有伸展开来的曲片 快速弹回来 然后凝聚成一团 就像一个曲片包裹的球一般 这么高的警惕性吗 许清禾很是惊讶 黑影此时并未消失 只是停留在刚刚的位置没有动静 就像不存在一样 伪装成树枝的影子 刚刚的瞬间 白月枣明显感觉到了异样或者危险 才会如此反应 但经过她的一番查探之后 却是无法发现自己的周围有何异样 或者不正常存在 这时候的白月枣 试探地展开一片满于一般的曲片 向着周围不断地轻轻地扫动 依旧没有发现危险的存在 然后她展开两片许子 又试探了一番 依旧没有任何所获 接着展开三片许子 延伸向更加远的位置 缓缓地试探扫动 还是没有发现 之前感觉的那股危险存在 此时她应该觉得自己是大惊小怪了 过度小心了 许清禾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心中暗暗地猜测 小心翼翼的她 很快就排除了危险 所有的许片重新舒展开来 其中有两三片许子 正好覆盖在了黑色阴影之上 她成功了 许清禾在心中道 这个黑色东西很恐怖 侵入其他妖兽身体中 也是神鬼莫测 虽然白月枣有月亮的加持 很敏锐 但明显智商要高很多的黑影 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盯着白月枣良久之后 发现她并未如上次控制妖兽神志一样 控制白月枣 甚至白月枣表现出来的 好像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样 这是要走潜移默化之路吗 许清禾猜测着 黑色阴影陆续成功侵入更加多 更加强大的妖兽 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 众多的阴影触角 一头连接妖兽 一头连接着那团阴影 这些妖兽都没有失去理智 好像本身没有多大变化 只是情绪上有些躁动而已 如果是一只两只 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 但是多了后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那些被她侵入的妖兽 脾气更加暴躁了 身上的妖气更加狂乱 且不断地对周围的妖兽进行挑衅 只是挑叛的幅度比较小而已 怎么都感觉在找死一般 因为她们挑叛的 都是比自己强大的妖兽 那些妖兽 是脑子被打坏了吗 就是金鹿娘 她们都观察到了异样 忍不住不解地问道 脑子没有坏 只是本身智商堪忧的情况之下 又被影响了而已 白月早在什么地方 江芷新脸上有些严肃的 突然问道 就在不远处 不要急 她还在慢慢地靠近中 等她靠近了 你自然就看到了 许清禾可以从她的脸上 明显看出一些急迫之色 现在不是对付她的时候 一旦我们出手 先别说能不能拿下她 只是引得其他妖兽的窥视 我们就必死无疑 许清禾带这些警告的语气 郑重地说道 但这个女人 却是完全无视许清禾的警告 眼睛死死地盯着白月早的方向 对于这个倔强的女人 许清禾也懒得理会 她要找死 自己可不会陪着 就在这时候 她的眼角余光 竟然又发现了一抹褐色阴影 贴着树干 向自己蔓延而来 这是不控制自己不罢休啊 许清禾提醒其他人的同时 手中捏着仙针 就非常果断地狠狠地刺向距离自己 只有数十公分的阴影触角 接着就是充斥着整个脑袋的无声的凄厉惨叫 这惨叫 简直是一波要比一波强 竟然形成了一圈一圈的声波 出了线犹如水波一样的涟漪 向四周扩散 而这种刺耳让人难受的声音 也仅仅只有许清禾才能听到 这从江止心他们毫无反应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 不 还有一个 那就是大锐 此时 大尼已经停止了积蓄力量 转头死死地盯着黑色虚影的位置 肚子里面发出很愤怒的声音 咕咕 就像很排斥黑色阴影一样 惨叫还没有停止 那些被阴影侵入的部分妖兽 却是反应激烈躁动起来 胡乱地开始袭击周围的其他妖兽 导致本来已经所剩不多的妖兽 场面又要开始混乱起来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一直隐藏很好的白月枣 却是出其不意地显现出来 然后果断地释放出 众多修长如利剑一样的许片 就直接刺向黑色阴影的位置 面对犀利的攻击 黑色阴影快速地闪现向后退 却是被一只银色蝎子给阻挡了去路 同时 两只正在攻击其他妖兽的胡狼 快速地介入黑色阴影 以及银色蝎子的中间 帮助黑色阴影抵挡银色的攻击 银色蝎子算得上一方大佬了 面对两只 只有练起八层修为的胡狼 竟然阻扰自己的脚步 根本不放在眼中 他那犹如鞭子一样的尾巴 在虚空中幻化出无数的虚影 就轻而易举地 直接洞穿了两只胡狼的身体 一箭双雕 收回带着寒光的尾巴 倒过把两具胡狼的身体 都切成了两截 鲜血飞溅 彻底毕命 尸体散落在地上 如此快速果断地清理阻挡 也让许清禾 微微有些惊讶 看来不是所有的妖兽都是傻子 还是有些智商的 面对白月枣和银色蝎子的前后夹击 黑色阴影一边闪现躲避 一边控制那些 正在混乱战斗的妖兽靠近自己 然后把自己给团团围住 护住自己的同时 抵挡两只熠熠生辉的妖兽的攻击 白月枣和银色蝎子在月光下 确实是熠熠生辉的 非常夺目 煞是好看 白月枣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很恐怖 无穷无尽的月华力量 被他席卷 好像整个身体都化为了月亮一样 变得透明起来 漂浮到了空中 舒张那些修长的许片 时而刚硬如利剑 直接洞穿抵挡的妖兽 时而纤细柔软如绳 飘荡中荡开一切阻挡 以及以柔克刚抵挡强力攻击 就在他突破重重阻扰 攻到黑色阴影面前 要掀开这阴影真实面罩的时候 却是猛然停住了 就好像身体中的力量卡住了一样 月华力量以及妖气剧烈地震荡起来 非常不稳 接着就是猛然收缩 气息狂暴且混乱 还有反噬的重伤 白月枣直接从空中掉落到地上 身上的妖气掉落了起码两成 从那些微微颤颤的许片可以看出 此时的他攻击力大幅被限制了 这是被黑色阴影算计了 他暴怒起来 身上的气势时升时降 却是无法奈何近在咫尺的黑色阴影 甚至黑色阴影很是贱的 在他面前还蹦搭了两下 好像在说 你来啊 来啊 我就在这里 你打我啊 打不着 你打不着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银色蝎子微微停顿了一下 有些忌惮 没有太靠近 尾部从远处激射向黑色阴影所为在的位置 只是黑色阴影的速度实在太快 快到连善于速度攻击的银色蝎子都无可奈何 被轻易地躲过去了 他收回尾部的时候 出人预料之外的一幕出现了 长长的尾部 直接卷住了正在暴怒的白月枣 直接拉向自己所在位置 也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红甲巨芒与铁画树 突然从相对较远的位置 介入了战斗中 竟然直接攻向了被卷住的白月枣 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如此混乱的一幕 金鹿娘都有些看不过来了 惊讶道 许清和手中抓着一根刚刚雕刻好不久的木桩 眼睛死死地盯着白月枣道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红甲巨芒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进阶 之前几次妖兽大混战中 他浑水摸鱼 吞噬了大量的妖兽 身体中已经积蓄了庞大的力量 现在境界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也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同样需要紧急之前的合作者大尼 大尼进阶后的实力 肯定会暴涨 对他自然会形成威胁 毕竟他几次放水 已经引起了大尼的不满 之前可能会犹豫 但是白月枣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机会 一旦吞噬白月枣 他可能比大尼还要先进阶 进阶的几率 也要更加大 怎么可能 这条大尼难道进阶后 还要恩将仇报吗 夏红卵有些不可置信道 恩将仇报这样的事情 人类都经常出现 出现在妖兽中很正常 而且非常平常 怪就怪实力不够 许清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因为在他看来 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是钻牛角尖的人 都是可以做出恩将仇报的事情的人 其实在整个尼泽中 目前最为特殊的就是铁画树以及白月枣 由于它们是植物开制成妖 本身就是灵物灵草一般的存在 吞噬它们 比吞噬任何妖兽得到的好处都要大 特别是临近进阶的存在 吞噬它们提升的就是进阶几率 但想吞吃铁画树 没有那么容易 哪怕是炼气巅峰的大尼 都没有选择这么做 因为他身上有剧毒 众多妖兽中 可能只有那只银色蝎子 以及大鳄龟 可以承受得了他身上的剧毒 其他的妖兽很难 哪怕是红甲巨蟒本身也有毒 但未必承受得了 所以 它与其达成了合作 要吞噬白月枣 白月枣对于铁画树 同样是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 所有不惜冒险 要从银色蝎子口中抢夺食物 特别是此时的白月枣 明显出现了意外情况 身体中 妖气以及月华都不受控制 狂暴而混乱 这样的机会 不是时时都有的 所以一出现 它们都毫不犹豫地动手 但是银色蝎子 怎么可能把 已经要到手的猎物让出去呢 尾部收回的速度加快的同时 两只大钳子 已经化为虚影 无限增大浮现在空中 迎接着红甲巨蟒 以及铁画树的攻击 银色蝎子的两只大鳌上 不仅有锋利的毛刺 还有恐怖地泛着点点蓝色光芒的毒液 面对恐怖的攻击 丝毫不退 本章完 第五十三章 强势的木铁牛 小说 丹道至尊 作者 明雷 抵挡了红甲巨蟒的一波攻击之后 也成功地把暂时无法动弹的白月枣 护在了身后 接着就是大发神威的直面应战红甲巨蟒 和铁画树的攻击 那尾部的倒沟 只是在空中一滑 红甲巨蟒和铁画树之间 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壑 沟壑的边缘 整齐宛如镜面 镜面上冒着丝丝蓝色烟雾 这是剧毒 经得红甲巨蟒与铁画树 都不自觉地退了一步 躲避其恐怖的锋芒 至于其他妖兽早就 躲避瘟一般 躲得远远的 铁画树虽然也拥有剧毒 但本身修为 没有达到炼气巅峰 且主要是控制泥土 以及根须进攻 这对本身用毒高手的 银色蝎子来说 造成的困扰并不大 反而是红甲巨蟒 修为与银色蝎子旗鼓相当 面对恐怖威视的银色蝎子 一声嘶吼之后 整个身体勃然增大两到三倍 那家大号的尾巴 在空中直接挥出了一串虚影 地面震动 泥土飞扬 由于其恐怖庞大的身体 还有非常厚的灵甲 防御超级强 对着银色蝎子 就是一顿乱砸 弄得银色蝎子躲避之鱼 尽显狼狈之色 周边那些刚刚恢复理智的妖兽 都不得不再次远离战场边缘 躲避其威视 避免被误杀了 这要是被砸上一尾巴 可能就直接成肉泥了 至于那团黑色阴影 竟然没有趁此机会逃离 很是悠哉悠哉地观看着激烈的战斗 除此之外 深处战斗风波之外的大泥 也很是悠闲地看着 根本就没有打算过来帮忙 看来他是打算借此调整一下 冲击进阶的心境 银色蝎子 被红甲巨蟒的一顿抽杂下去 虽然有些狼狈 但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这与他恐怖的速度 远比红甲巨蟒的尾巴 抽杂的速度要快 以及身体偏小 灵巧意控制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雪 无法反抗 也无法伤及自己 一时间 三只妖兽 竟然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 对于这么精彩的战斗 此时的江芷欣 完全没有花心思观赏 而是死死地盯着 战斗余波之外的白月枣 枣在白月枣出现的时候 他就很激动 甚至有种要控制不住 自己一样的冲动 特别是在白月枣 陷入危险的时候 他脸上浮现 很是担心的情绪 生怕白月枣 被妖兽给吞噬了 那样就白来了一趟 就在大家全心全意 盯着战斗的时候 白月枣 受到力量余波的冲击 依旧一动不动 连最为基本的防御都没有 这种机会之下 江芷欣这个女人 实在忍不住了 也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 手中突然闪现一柄长剑 竟然是一柄低品质的灵气 身体一跃 就离开了树干 向着白月枣的方向前行而去 在他贸然而动 离开的一瞬间 大家在错愕中反应过来 浩叶灵 以及陈丰镜他们 自然不能任气一个人而去 无奈中只能快速地跟上 只有许清禾 深深地看了一眼黑暗中的小白 然后有些愤怒地喃喃了一句 疯婆娘 简直是找死 然后一跺脚 身体化为一道虚影 射向了江芷欣 他现在贸然行动 简直就是在找死 本来想任气生死而不管的 但碍于同伴 他又不得不伸出援手 紧随其后冲了过去 就在他靠近的时候 浩叶灵刚刚抵挡了铁画树 一根根须的抽击 身体被抽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这是属于误伤 根本不是针对性攻击 不然浩叶灵的身体 肯定在根须的力量之下 直接化为血物了 不管是红甲巨蟒 还是铁画树的攻击 都是大范围的 任何生灵稍微靠近一点 就会被波及误伤 也正是因为如此 江芷欣的身体停顿了一下 考虑如何避免被波及 又不引起其他妖兽发现的时候 许清禾已经赶到 然后在所有人都错愕的表情之下 一耳光扇在了江芷欣的脸上 清脆的响声 顿时让其他人都愣了 特别是刚刚砸在一根树竿上的浩叶灵 才艰难地站起 就被这一个耳光震惊地从树上掉落了下来 正好掉落在了一只虎视眈眈的妖兽旁边 就在他面对一张血盆大口 要吞噬自己 要临死一搏的时候 小白诡异地出现了 黑暗中锋利的爪子 带着寒芒 就把这只妖兽给分解了 血肉被撕裂的同时 直接散落在浩叶灵的身上 跨街杀敌 小白比被杀妖兽的境界要低 被一个耳光扇蒙的江芷欣 红着眼睛怒视着许清禾 手中的灵剑 就要刺向他的面门 确实被他伸手轻轻地一弹 他手中的剑 就脱手而出了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掉落在了后追而来的下红卵脚下 你想死 自己死远点 一千黄金想让我们用命陪你 你是在做白人梦吧 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 自己有几斤几两不知道吗 白月枣如果是那么好杀的 那些强大的妖兽 干嘛只是观看战斗 而不去偷袭呢 你有没有点脑子 许清禾狠狠地呵斥道 你要是再敢使着性子乱来 我带着小白立马就走 作为一个带路的 我已经履行了 我的义务 不欠你的 江芷新一只手捂着脸 眼中满是恨意 眼泪掉落下来 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许清禾重新回到树上 对着尘封进道 闲得慌的话 削点木桩 越多越好 自己也小心点 然后检查了一下 浩叶灵的身体 帮她顺了一下身体中的真气 加快身体的恢复 战场中 很快就验证了许清禾的话 铁画术的竖条 根需要偷袭像白月枣的时候 本来混乱气息的白月枣 却是猛然安静了下来 然后许片如利剑般 直接把铁画术 偷袭她的所有根须给斩断了 不仅仅如此 她还直接杀向铁画术所在的位置 大有要反杀的趋势 如果你刚刚带着他们去了 你们现在就都死了 许清禾很无情地说道 所有的人感觉全身遍体发寒 这不仅仅是许清禾的话 而是看到实实在在的阴谋诡计 防不胜防 一只妖兽 要比一只妖兽更加阴险 就在白月枣重整威势 杀向红甲巨蟒和铁画术 要反杀的时候 却是又冲出了树枝妖兽 对她进行袭扰 那时黑色阴影 依旧没有闲着 一直贯彻着捣乱的宗旨 制造混乱 直接导致白月枣 与其他妖兽战成一团 而银色蝎子 也因为白月枣的脱困 把怒火发泄到了 红甲巨蟒 和铁画术的身上 就算他们有意后退 躲避锋芒 银色蝎子 也不依不饶地持续攻击 逼迫着他们 金鹿娘来到江芷新的身边 然后把满是委屈的她 抱在怀里 轻轻地安慰着 浩叶灵休息了一会后 随着陈锋镜小心翼翼地 在周边砍树削木桩 尽量地不让自己 进入妖兽大战圈内 此时的小白 已经从树上下来 然后活动在树的周围 警告着一切 企图靠近这里的妖兽 几个人类在这里看戏 拥有完全不一样的气息 肯定是格格不入的 怎么不会有妖兽 想打他们的主意呢 就是因为小白的一直存在 借助她身上的气息 以及她一直对 企图靠近的妖兽宣誓领地 才避免被窥视 而现在基本上 都是强大的妖兽 她需要下到树下才行 妖兽都有自己的领地 且领地防护意识非常强 现在战斗主战场 是摆脱众多妖兽 围攻的白月枣 对黑色阴影猛烈的攻击 反倒是大尼现在很安全 她也全心全意地 继续继续力量 时不时地偷袭一些 相对来说 可以一口吞下的妖兽 作为力量的补充 随着白月枣释放的攻击 越来越犀利 可以看出 她与黑色阴影之间 就像有杀父之仇一样 这么看来 他们之间所处阵营 应该是对立的 天敌一般的存在 才会导致白月枣 不惜一切代价的 攻击黑色阴影 但黑色阴影 怎么看都有点耸 一直处于躲避中 偶尔才回击一次 感觉回击很无力 特别是发泄了怒火之后 银色蝎子 击伤了铁画术 击退红甲巨蟒之后 也是毫不犹豫的 就攻向黑色阴影 难道是白与黑吗 许清禾直观上 是如此感觉的 两大银白色的妖兽 漂浮在空中 释放出来的恐怖攻击 确实是很绚丽 很震撼人 那些试图抵挡的妖兽 也瞬间 就被清扫到了一旁 这是因为 本身那些妖兽 拥有一定的理智 在刚刚控制的瞬间 他们确实思维相对迟钝 一时间无法反应过来 随着慢慢的适应 以及反击 开始夺取思维 以及身体的控制 从而很快就醒悟过来 恢复理智的他们 怎么可能不要命的 抵挡两大练器 巅峰妖兽联手的攻击呢 随着这一波的攻击 黑色阴影的面纱 总算是暴露出来了 但让人着急的是 两大巅峰妖兽夹击之下 竟然无法逼迫黑色阴影停留下来 他很诡异 速度快就不说了 借助黑暗阴影跳跃也不说了 就说 他好像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一般 总是保持着 与之前巅峰的水准 甚至力量水准还在增加 这就让许清和梅宇紧紧皱起来 且有种不好的预感 以及猜测 因为这种感觉 他在点击中好像看到过 只是理智告诉他 这是不可能 那种生物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越是这样 他越是急迫地想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鬼 脸色凝重中 眼睛微微眯起 然后抓起一根木桩 就直接射向了正在闪现的黑色阴影 正好落在了他闪现之前的位置上 还要吗 陈锋金又递过来一根 他可是见过许清 和让木桩腐朽化神奇的能力 反倒是三个女人很是不解 还有种看白痴一样的眼神 那可是妖兽 你用普通的木桩去攻击他们 这是在找死吗 木桩还没有靠近 就会被力量直接震碎了 许清和点点头 接过木桩 然后再次射了出去 这次射在了黑色阴影 闪现偏左的位置 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他的身体 却是猛然顿了一下 然后快速地恢复过来 只是一瞬间 他刚刚在看自己 影响自己身体中邪性 从而导致 他身体出现微微迟钝 他们互相知道对方 也没有什么隐瞒的 许清和眼睛突然紫色光芒一闪 手中一根木桩 直接射了出去 轰一声巨响 木桩 在击中闪现的黑色阴影前 直接化为了碎片 消散在空中 三个女人脸上浮现果然之色 很想讽刺他几句 但是化到了嘴边 又吞了回去 他们不敢 怂了 也就在这时候 白月枣和银色蝎子 终于抓住了许清 和给他们制造的瞬间机会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轰炸在了黑色阴影的身上 直接把黑色阴影 给轰飞上了空中 本章完 第五十四章 向导 小说 丹道至尊 作者 明雷 黑色阴影 也瞬间被月华所覆盖 全身都被照亮 露出了针面纱 这怎么可能 许清和就像被踩到了尾巴一样 满脸不可思议 大惊小怪地叫道 怎么了 那是什么 能让许清和如此惊讶地存在 其他人怎么会不好奇呢 但经过仔细辨认之后 发现那东西 他们确实是不知道 只是感觉有点萌 有点可爱而已 这不是一只妖兽 而是一只恶魔 野生恶魔 极为少见的存在 就是一团脸盆大小 毛茸茸 身上拥有很多黑色毛发一样的东西 就是使用身体周围的这些无数黑色毛发一样的东西 化为虚影 控制众多妖兽 它的实体出现之后 那些连接众多妖兽的黑色毛发也出现了 很是尴尬的是 白月枣的身上 此时就有一根黑色的毛发 牵连着两方 这让白月枣更加暴怒了 攻击更加犀利狂暴了 魔本身就是一种奇特存在 只是让许清和诧异的是 这个凡间竟然存在魔 而且是野生魔 魔在天界是很正常的存在 但在凡间界 却是极为稀有 更多的是以异界生灵 或者杜结天魔的姿态出现 杜结天魔 却是天道控制下的心魔 天魔 恶魔 而这些魔集少会肆虐凡间界 出现野生恶魔 如果数量多的话 可能肆虐整个人间 犹如瘟疫一样扩散 最后把人间化为魔界一样的衍生地 生灵涂炭 而正常来说 天道是会阻止的 魔有很多种 修炼走火入魔 这只是风魔而已 看到这个东西的出现 大鳄龟明显也是认出来了 本来要攻击的它 快速地退离 由此可以看出 大鳄龟的血脉传承中 是有关魔的记载 它确实比大尼 拥有更加珍贵的血脉 实力也不弱 它由于物种进阶的速度 非常慢 可以说 比周围任何妖兽的 进阶速度都要慢 当然 它们的岁月寿命 比任何妖兽都要长 不得不说 白月枣 漂浮在空中很美丽 全身晶莹剔透 银白色蝎子身上 还有点点蓝色光芒 这应该是你则中 最为美丽的两只妖兽了 强大也是真的 不甘心的铁画术 和红甲巨蟒 联手偷袭它们 都被一波恐怖的力量 给抵挡了回去 而在这激烈的战斗中 一团漆黑的野生恶魔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不断地移动 速度很快 但是完全没有展现出 恐怖而强大的反击能力 当然 其他妖兽想攻击它也很难 因为它始终在阴影中跳跃 从这只妖兽影子中 跳跃到另外一只妖兽的背后 不仅仅如此 它时影时现的身体 好像没有实体一样 让很多攻击都击空了 无法落到它的身体上 总是能在攻击 到达身前的千军一发之际躲过去 很可恶的是 它移动的方向 竟然是向小白的方向而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许清禾自然也不会闲着 手中抓起一个木桩 就面无表情地射向野生恶魔 直接出现在它落脚的位置 直接堵截它 前进的路径 野生恶魔 一双黑不溜秋的眼睛 闪着光芒看向许清禾 里面满是蔑视 还有赤裸裸的挑衅 它并未使用力量破碎这些木桩 而是在高速闪现中躲避开来 小白好像对这只野生恶魔也很感兴趣 数次想冲上去 都被许清禾给阻止了 这个镇西森林 是名副其实的凶险之地 除了有小白这样奇特的存在 还有野生恶魔被列入凶险地 确实不为过 从前只是觉得 大家目光短浅 对于未知的恐惧 才把这么资源丰富的地方 列入凡人境地 面对不断靠近的野生恶魔 除了冷静的许清禾之外 其他人都恐慌起来 已经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你们推到后面的那棵树上去 没有想过逃跑的许清禾 很是冷静地 从头发上拔出仙针 然后脸上浮现丝丝冷笑 看着不断靠近野生恶魔 只要找到她的弱点 死死地克制 寻找一丝生机 也不是不可能的 也就在这时 满是挑叛的野生恶魔 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一下 然后身体停在了空中 盯着她手中那根仙针 小白从地上跃上树 然后呲牙咧嘴地盯着她 你来啊 这么想靠近我 怎么现在停住了 我相信你可以听懂我的话 许清禾脸上带着轻笑道 野生恶魔团成一团 漂浮在空中 无视她话 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她 好像要把她看透一样 面对恶魔这样的反应 她在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之前她是在赌 因为被一个野生恶魔盯上了 想逃跑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逃脱得了 恶魔寻找人是最为在行的 而且永远都是无声无息地靠近你 她一旦隐藏起来 你想找到她 基本上是不可能 如果对你做点不好的事情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迟了 她赌的就是野生恶魔 对自己手中的仙真有大畏惧 当然她成功了 恶魔停下来了 说明自己赌对了 我的目标不是你 你不打扰我 我也不打扰你 我们互相不影响 相信你对白月早有一定的亏视 不如我们合作怎么样 许清禾斟酌了一下说道 野生恶魔那可爱的脸上 却是露出不屑的鄙视之色 她可以轻易地看出 许清禾还有其他人 都是凡人境界而已 对于她来说 随便控制一只妖兽 都比这些蝼蚁 要强大太多了 我拥有的能力 可不是境界 说话的时候 她一招手 一根木桩出现在她的手中 同时身后 还漂浮着两根木桩 顿时她的身体周围就出现了一个简单光照 这是一个简单的护照 对于妖兽或者混元以上的舞者 作用恐怕不大 但对于恶魔来说 却是有些用处 因为这是最为简单的闭魔阵 作用就是防止恶魔的偷袭 起到警示的作用 至于其他能力完全没有 野生恶魔看到闭魔阵的时候 先是要后退 接着又猛然停住了 依旧嘲笑地看着她 好像在说救你这阵法 对它丝毫无用一样 想杀你如屠狗一般 都不用自己动手 我会的阵法更加多 如九天涂魔阵 天雷阵 龙雀火焰阵等等 虽然没有足够的材料 布置高级的阵法 我依靠这根针 以及这些 虽然不能够杀死你 但如果你打我主意的话 我重伤你的能力 还是有的 说话的时候 先针上雕刻一般的花纹 活了起来 然后九九八十一枚 更加细小的针就漂浮在空中 展现出非常尖锐的锋芒 以及嗡鸣声 这让野生恶魔 确实感觉到了危险 隐隐退了一步 脸上露出暴怒之色 好像马上就杀像她一般 越是这样 许清禾脸上 反而越淡定 不断地加码实力 就是为了让对方忌惮 只有这样 才有一条活下去的路 而在江芷欣他们眼中 许清禾简直就是在作死 刺激这个恶魔 那不是找死 是什么呢 现在恶魔要杀人了 他们都忍不住要向后一颗树月去 随时准备逃命 特别是江芷欣 哪怕是很不甘心 也死死地握着林剑横在胸口的位置 怎么样 魔生来狡诈 你是野生恶魔 相信也不愿意冒险 我也一样 如果你确实 对我很感兴趣的话 我们不如 再将来约个时间 这句话之后 野生恶魔深深地看了一眼许清禾 然后又深深地看了一眼小白 好像在疑惑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之后就是鄙视之色 转身离开了 面对野生恶魔的鄙视 小白很是恼怒 喉咙里面的嘶吼声更加沉朗 爪子不断地摩擦着树干 留下一道道抓痕 身体微微低伏下 大有要冲上去大干一场的感觉 就在许清禾还没有来得及安抚他那暴躁的脾气的时候 野生恶魔突然一转头 对着小白做出一个凶神恶煞的样子 吓得他发出一声从未有过的尖叫 然后就从树上掉落了下去 而许清禾却是轻声地笑了起来 笑得很爽朗 野生恶魔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就离开了 对着那些打算摆脱他控制的妖兽 嘶吼起来 这是一种无声的嘶吼 然后他竟然主动加入了战斗中 这倒是让人很意外的事情 他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 刚刚进入战斗范围内 身上无数的黑色毛发 直接凝聚成了两个黑色 犹如恶鬼手臂一样的鬼爪 鬼爪上指甲修长锋利 直接把铁画术众多根须给撕裂碎了 看着他那轻描淡写的撕裂一些妖兽 以及抵挡攻击 许清禾难难自言自语道 确实很强大 但他是不是有点敌友不分 好像是的 浩叶灵来到他的身边轻声道 野生恶魔表现出了强大战斗力的同时 攻击的对象 竟然不是之前一直对付他的白月枣 和银色蝎子 而是铁画术和红甲巨蟒 还有之前被他控制过的一些妖兽 真的很让人费解 看不懂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恶魔 不是说恶魔是恐怖强大的存在吗 陈锋镜脸上浮现佩服之色 好奇地问道 此时他对许清禾的崇拜 是由内心发出来的 在他看来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 与他们这样的普通凡人在一起 这样人就是去了修士的世界 恐怕也能混得非常好吧 三个女人在后面的那棵树上 也是用震惊以及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当然其中的江志兴 还有深深的委屈和恨意 金鹿娘是搔手弄姿 不断地整理衣服 甚至胸口以及大腿位置 本身布料子就不多的地方 现在就更加露骨了 她是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哪怕为奴为婢 一夜露水情缘 她都会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 想一想就激动 就全身颤抖 控制不住地发烫 扭噎起来 要发骚也要看时机 我们现在可是在妖兽窝中 一不小心就连小命丢了 夏红卵白了她一眼 嘲讽道 我相信 她可以带着我们安全地回去 金鹿娘眼中 闪着坚定的光芒 看着许青和那熠熠生辉的背影 哼 那也要她看得上你才行 自己忍不住流再多的口水 也是白费 哼 你这是赤裸裸的嫉妒 嫉妒你 行行吧 受挫还不够多吗 两个女人喋喋不休的话语 让许青和很无奈 很想封闭耳食 战斗依旧 大尼也再次完成力量积蓄 开始要最终地进阶了 这次她进阶所爆发出来的动静 非常之大 龙卷风一般地吸收乐华 海浪一样的力量 冲击身体中的稚骨 本章完 第55章 被排斥 小说 单道至尊 作者 鸣雷 一波比一波强 持续时间很长 哪怕是身体颤抖 口鼻鲜血直流 皮肤均裂 依旧在持续冲击中 嘶吼声 惨叫声 还有身体中力量的碰撞声 宛如雷鸣般的声音 响彻整个身材所有的战斗都停了下来 这是大尼最后 也是最终的一次进阶了 如果失败 就要命丧于此 完全没有后退的机会 而那些停下来的妖兽也都死死地盯着大尼 眼中露出满满的贪婪之色 不管是人间修饰的境界还是妖兽的境界 冲击境界都是非生即死的事情 意义也重大 死了 瓜分战利品 可能尸骨不存 生了 他们对大尼境界的观摩 是有很大接见意义的 对将来他们的修炼 以及破阶都是有大好处 可以让他们减少修炼中的弯路 更加顺利地进入更加高层次的境界 这也是为什么 明显知道 这里很危险 还有很多相对弱小的妖兽 持续靠近这里 除之本性使然 就是在读 读自己就是幸运的那个 此时此刻 就是小白的眼睛 都完全不眨地盯着大尼的身体 当然 想吞噬对方的意味 也非常明显 许清和伸手去摸摸他的头 还把他吓了一跳 对着他轻声的呲牙咧嘴 别急 这里这么多妖兽 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 等到他进阶到关键时刻 你可以去吞噬部分血食 听许清和元如此说 小白顿时眼睛眯眯地笑了 笑得很邪性 随着周围的妖兽 以及开启灵芝的野兽越来越多 小白不得不离开 对威胁这里的存在进行驱赶 自从他进阶后 变得很强大 在常规战斗中 许清和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他的速度极快 快到让一般舞者根本看不到 许清和觉得 在此除了野生恶魔之外 速度最快的 就要输小白了 也是正是因为这样 小白离开不久 周围不断地有妖兽吼叫声 很凄惨 战斗很激烈 对 许清和突然喝道 然后带着浩叶灵他们 快速地向着后面的树林中而去 野生恶魔对此 还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一直到了相对较远的位置时 他仰手快速地丢下数十根木桩 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很快大瑞身体中响起了相比之前更加空明的雷鸣声 一直持续了九次之后才停了下来 最后是一声畅快的欢鸣声 他进阶成功了 恐怖的威士也瞬间中释放出来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向四周不断地扩散 被威士席卷的一众妖兽皆是趴在地上 大有沉浮之意 这是境界上的压制 而威士扩散到许清和他们面前的时候 却是被一层淡淡的光照给抵挡住了 这是什么 这要牛逼 金鹿娘很不镇定道 应该是传说中的镇法 将指心面无表情地说道 大尼进阶成功了 我们怎么办 是直接离开吗 夏红鸾问道 其实他早就有放弃的心思了 几次显向还生 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不急 正真的大戏才开始 许清和淡淡地说道 受到压迫的妖兽中 最先反抗 发动攻击的是大鳄龟 他完全不惧 就杀向大尼 好像要吞噬对方一样 这确实是他最安全的进阶方法之一 现在谁吞噬掉大尼 大尼身体中刚刚成型的进阶腰核 就会与谁自身的腰核融入在一起 从而获得破关气息 甚至直接达到破关 此时弥漫在天空的月华力量 正在缓慢地消失 而另外一种异样的气息 正缓缓浮现 让所有生灵感觉到 临时的刺痛和危机感 这是要杜结了 小小的一重结 对于大尼来说是很危险的 对于其他妖兽来说 这恐怕没有什么危险 但许清和深深地看了一眼野生恶魔 这是一个意外的存在 有魔在此 在此杜结 恐怕会发生一些大泥都无法想象到的事情 而大鳄龟明显想到了 才会如此果断犀利地发起攻击 起风了 难道是风结 许清和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了一下 熟悉的气息 那他可能很不幸运了 有魔在此 风结和火结 都是最难度过的 容易出现心魔反噬 渡结失败 境界掉落 或者直接被风火焚毁身体 落得生死魂魄 反倒是妖兽一直畏惧的雷结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是最容易的 恶魔天生畏惧雷霆 风结与火结 都是自身体内 而生 火结是燃烧身体经脉血关 风结是刮灵魂催灵质 衰心质 风起之时 大尼的身体 明显微微颤抖起来 就像静卵一样 一声恐怖的惨痛 从他口中嘶吼出来 也就在这时候 一道恐怖的水柱 轰击在了大尼防御尸首的身体上 远距离尸法 大鳄龟还是很聪明的 不染结束 被冲击飞了出去的大尼 直接撞击在了铁化树的附近 铁化树顿时大惊之下 无数根须绞杀向大尼的身体 可是大尼却无视根须的攻击 嘶吼中猛然张开锯口 以及释放出助击漆 才有的恐怖威势 直接用进阶威势 压制住了铁化树 在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一瞬间 连泥带土 就把铁树连跟一起吞进了肚子里面 这诡异的一幕 怎么都感觉大鳄龟与大尼 好像合作完成的一般 红甲巨蟒嘶吼一声 快速逃离 其实 不管鳄龟是否发起战斗 铁化树今晚都在劫难逃 吞噬了铁化树 大尼身上涌起恐怖的邪风 让周围妖兽施展出来的攻击 都无法近身 银色蝎子 白月枣 大鳄龟 三大巅峰妖兽都没有耸 奇奇地爆发出自己最强的攻击力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大尼没有吞噬铁化树的话 经过风劫之后 能不能活下来 还是一个问题 可是他吞噬了铁化树 虽然有明显的中毒迹象 但依靠着风劫入侵 以及提升的境界 压制着毒性迟缓蔓延 也要炼化铁化树的妖和 从而一举度过风劫 而他一旦度过风劫 这些打他主意的强大妖兽 一个都逃不了被灭的命运 都是要秋后算总账的 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惯例 基本上只有野生恶魔很悠闲 甚至时不时的还发出嘲讽一般的声音 反倒是弱小一些的妖兽 不需要担心那么多 三大炼器巅峰妖兽一起出手 很快就攻破了大尼的防御 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外表皮血肉模糊 鲜血直流 特别是伤口的位置 有丝丝黑风生出 不断地刮擦伤口 导致出现严重的烧焦感 发黑发焦 虽然看起来很惨烈 但是有点眼色的都知道 这根本没有撼动大尼生命的根本 他在承受恐怖的力量的时候 也在压榨身体中的潜力 压迫风节在经脉 以及血管中的扩散速度 从而加速炼化铁画术的腰盒 获取更加充沛的力量补充 他真的很聪明 知道借力炼化 借力打力 只是他一旦成功 我们这次镇西森林之行 就要空手而归了 许清禾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江芷芯脸上带着恨意看着他 最后狠狠地扭过头 不言不语 上嘴唇死死地咬着下嘴唇 眼中满是不甘心 可是不甘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实在太弱小 就是请来的帮手也太弱小 哪怕把整个江家都搬过来 恐怕也未必能杀得了那白月早 他转头深深地看向森林里面的黑暗中 战斗促使空气中的血腥之气越来越重 特别是巅峰级别的妖兽 每一滴鲜血都蕴含了恐怖的力量 消散在空气中 不断地扩散弥漫 原本明亮的月亮也变得越来越鲜红 甚至红中带着紫色以及黑色 完全变得诡异起来 就在这时候 野生恶魔抬头看了一眼血色月亮 张开有些猙獰的口 无声地嘶吼起来 被这声音波及的大泥 身体非常明显地停顿了一下 接着就是暴怒起来 好像灵智受到了影响 开始发狂一般 身体中的力量 急速狂暴地增加 直接震退了 用尾勾刺向他的银色蝎子 同时 身上浮现了很多 黑色宛如烟雾一样的东西 魔气 许清和眼睛微微眯起 惊呼道 大泥没有被野生恶魔入侵过 身体中 怎么会有如此雄厚的魔气呢 他转头看向另外一个位置 那条红甲巨蟒并未逃离 而是隐藏在周围 准备伺机而动 他身上的魔气也很浓郁 导致了他的位置暴露 原来如此 这应该是他们之前吞噬了很多 被野生恶魔入侵的弱小妖兽 从而导致身体累积了巨量的魔气 现在被野生恶魔引动 开始影响灵智了 红甲巨蟒 在被黑色魔气覆盖的那一刻 已经从隐藏中冲了出来 冲进了泥泽中 冲到了大泥的身前 用粗壮的尾巴 犹如锁链一样 不顾一切地 卷向大泥的身体 哪怕对方身上 此时还有风节 也完全不顾 本身灵智受到影响的大泥 在暴怒中 全力扑向红甲巨蟒 导致两妖兽纠缠在一起 劫风也把两只妖兽 死死地包裹住 随着红甲巨蟒的加入 劫风城被增加 从大泥身体中 以及红甲巨蟒的身体中 不断地涌现 刮得他们身体皮肥凌落 血肉飞溅 还有持续不断地凄惨嘶吼 这混乱的场面一出现 大鳄龟和白月枣退离不及时 也被波及拉扯进其中 无奈之下 只能展开全力攻击 而被震飞的银色蝎子 身体还在空中 就出其不意地偷袭 正在影响大泥的野生恶魔 犹如鞭子一样的尾巴甩了过去 直接勾住了嘶吼中的野生恶魔 毒液快速注入到对方的身体中 然后被抽飞了出去 砸在了大锐与红甲巨蟒的战斗圈内 银色蝎子这连贯的操作 让许清禾等人都看惊呆了 而置身于战斗圈内的野生恶魔 沾染了劫风 身体猛然地膨胀起来 暴涨了四五倍之巨 身体上成千上万的黑色阴影 快速地蔓延向周围 蔓延向森林里面 侵入周围所有旁观的妖兽身体中 侵入像许清和他们所在的位置 许清禾直接用针毁去一根蔓延 向自己的黑色阴影 却是发现江芷欣整个人 已经变得诡异起来 然后从树上一跃而下 冲向陷入战斗中白月走 而紧随他其后的 就是金鹿娘以及被控制的小白 江芷欣是因为一直渴望得到白月走 心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执念 拥有恐怖的欲望 而金鹿娘就自然不用多说了 满满是污秽意念 这就导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抵挡能力 被黑色阴影接触的瞬间就被控制了 本章完 第五十六章 各种读物 小说 丹道至尊 作者 明雷 至于小白 他本身有善良邪恶两面 之前吞噬了血石 现在对血石的渴望 处于邪恶一面 许清何一挥针 就斩断了陈锋镜身上的黑色阴影 他的意志很强 处于抵挡中 浩叶灵以及夏红卵 却是没有那么幸运 也就在瞬间中 也紧随小白他们身后而去 把所有的木桩 抛向泥泽边缘 我去救他们 他说话的时候 人已经离开了 留下的只有生意 现在的情况是万分紧急 江芷芯他们 都实在太弱了 只要被余波碰上 必定只有死路一条 而现在除了那抵挡 众多黑色阴影的银色蝎子 基本上周围所有的妖兽 都陷入了恐怖的大战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妖兽 加入战斗 劫风不断增加 已经开始凝形 就像龙卷风一样 死死地笼罩着大泥 红甲巨蟒 白月枣 大鳄龟 还有暴怒中的野生恶魔 至于其他弱小的妖兽 基本上一进入截风中 灵智就被刮灭了 尸体也被恐怖的余波给粉碎了 留下更加浓郁的血污 许清禾很快追上了下红卵 因为他实力不强 反而移动的速度最慢 来到他的身后 一针就扎在了他的脖子上 瞬间黑色阴影就被斩断了 他的身体也犹如烂泥一样 躺倒在地上 眼睛呆滞 还没有回过神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起来 如果不想死的话 立马去与尘封镜会合 他的爆合声震醒了下红卵 眼神依旧有些呆滞 看着森林中 一只从远处奔向自己而来的妖兽 身体就不由一阵寒战 惊悚中猛然跃上旁边一棵大树 躲过妖兽的撞击 一直翻越回到尘封镜的身边 才松了一口气 发现尘封镜的身体周围 有一个透亮的光照笼罩着 而在周围的几棵大树干上 可以看到非常明亮的鳞线 每一根鳞线连接着一根针 足足有16根针 分布在不同的树干上 组成了一个阵法 光照包裹它 不要跨出阵法的范围 不然很容易被再次控制 你把后面的那些木桩拿过来 如果发现周围有石头的话 也拿过来 说着 他就不断地运转针器 不断地向着许清禾的方向 投射一根一根的木桩 许清禾移动的速度很快 来到了吴夜灵的背后 用同样的手段 帮他解除了黑色阴影的危机 然后一仰手16根无影针 就在他的身体周围 两丈远的位置 布置出一个防御阵法 要怎么做 你知道吧 明白 你放心 浩夜灵经验老道 人也更加沉稳 说话的时候 许清禾已经消失了 没有任何呆滞的 就开始砍树 而且他砍的都是大树 他制作出来的木桩 是陈锋镜制作出来的两倍大 奔跑中的许清禾 脸色越来越阴沉 因为小白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很难追赶上 特别是江芷欣这个女人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竟然坐在了小白的背上 一起冲向了白月枣 这个女人因为执念 此时还能保持一丝清醒 也是一个天才 金露娘就有些凄惨了 被一头相对弱小的妖兽 给撞击飞了 砸在一棵大树下 晕了过去 被经过的许清禾 一脚扫出 踢向了浩夜灵 锁在阵法内 轰 一声巨响 大地以及天空都震动了起来一样 许清禾的身体猛然停滞了一下 向着尼泽里面看去 恐怖的战斗爆发 各种力量肆虐纠缠在一起 互相冲撞 厮杀 导致周围尼泽里面的泥水飞溅 一个接一个的爆炸出现 一个接一个的锯坑浮现 原本尼泽中的水 都被打斗导致蒸发而消失了 尼泽有的地方 变成了如石头一般坚硬 这就是各种力量作用下 产生的恐怖变异效果 最先受到重创的是红甲巨蟒 它的身体 直接被大尼给撕成了两截 头部那截掉落在尼泽里面 不断痛苦嘶吼地翻滚着 尾巴那截依然死死地 卷着大尼的身体 导致其尾部被大鳄龟 一口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鲜血飞溅 盘扇一般的尾巴 有一半消失了 露出白花花的骨头 白月早到了现在 依旧对野生恶魔的攻击不放弃 无数的许片宛如绳子一样 缠向野生恶魔的身躯 与其纠缠在一起 有种要一起同归于尽的感觉 无穷无尽的狂暴力量 被灌输到许片中 死死地拴住野生恶魔的身体 这是要自暴吗 许清禾只是远远地瞟了一眼 就大惊失色 如果白月早自爆的话 那不仅仅可以杀死周围的一切 就是许清禾自己都可能被炸飞的 小白和江芷新等人 绝对没有逃生的机会 反倒是白月早自己 却是有一线希望重生 甚至近接住机器 果然很危险 很阴险 就在这关键时刻 野生恶魔突然放弃挣扎 砰的一声 身体急速变小 接着就是一个闪现 摆脱了白月早的束缚 同时 无数黑色阴影 化为了巨大的黑色爪子 抓住了白月早的身体 致使他毅然而然要自爆的趋势 就像卡壳了一样 受到严重的反噬 然后身体中的力量不断地流逝 涌向了野生恶魔 只是瞬间 白月早整个身体 就缩小了一半以上 这时候 大你以及大恶龟 出其不意地 起起转头 一口咬向白月早的身体 都爆发出拼命的恐怖力量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红甲巨蟒的脑袋 突然从泥泽里面伸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 一个光团在口中不断地酝酿增大 最后超过他的脑袋 依然还在不断地扩大 我操 打不裸就自爆 这是不要命吗 你们修个什么鬼啊 许清和大声爆喝的同时 身体急速而去 在小白和江指星 都已经冲入到泥泽里面 因为力量震荡 而没法伸入时候 身体上 仙针爆发出剧烈光芒 七七四十九根无影针 激射向他们 化为一个光照 笼罩住他们的身体周围 如果不是白月早要自爆 影响了野生恶魔 小白和江指星 已经冲到了泥泽深处 恐怕现在已经化为了血雾 哄 一声巨响 许清和感觉耳朵失聪了 眼睛失明了 一片苍白 包裹身体的仙针 不断地释放仙灵力量 包裹着他 化解恐怖的冲击力量 哪怕是如此 他都感觉自己 口 鼻 耳朵 眼睛 都在流血 脑子里面嗡嗡直响 意识模糊 好一会儿后 因为仙针级别够高 对他防护得力 影响化为最小 也最先清醒过来 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了 四周一片狼藉 泥土翻飞 树木连根拔起 倒塌一片 大泥没有因此死去 但身体的三分之一 已经完全消失了 脑袋都缺了一个大口子 可见瘦窗多重 大鳄龟也没有死 但他身上的壳 已经遍布裂纹 好像再增加一击 就会要碎的样子 至于白月早 已经是奄奄一息 与死没有多大差别了 野生恶魔 此时竟然出现在森林深处 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一条残缺一半的蛇 自爆的力量 虽然强大恐怖 但还是有限的 小白呢 许清禾猛然向四处寻找 发现小白和江芷芯都不见了 顿时心中一阵恐慌起来 怒火和杀意 就要从身体里面爆发出来 好在他理智恢复得快 依靠无影针感知到了他们 应该是被力量掀翻到了森林里面 他们之前比许清禾 更加靠近自爆中心位置 虽然有无影针布置而成的阵法 帮他们抵挡了大量的冲击力量 许清禾有些针护住 都受了不小的伤害 可见 他们受到的伤害 远比他要更加严重 此刻的小白和江芷芯都晕厥了 身上满是鲜血 气息非常不稳 暂时看来 没有生命危险 既然你们不愿结束这场战争 那就让我来结束吧 许清禾整个人突然变得非常冷漠起来 情况发展到现在 已经是很恶劣了 如果再有意外的话 那么不管是自己 还是小白 都可能因此生死在这里 现在空气中有足够的血腥之气 有足够游离的力量 有足够狂暴的气息 一切具备之时 就不应该有所犹豫 他的身体漂浮在空中 先针从手中飞到头顶 释放出刺目的光芒 而森林里面不断地有无影针射出 漂浮在他的身体周围 布成了一个由9981根无影针组成的光球 同时地面上有很多木桩 数吨都散发出微微的光芒 与这些无影针呼应起来 周围的一切气势都在发生变化 变得更加狂暴躁动起来 一个恐怖的漩涡 渐渐地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 漩涡下层是吸收了浓郁的血腥之气 变得诡异邪恶 上层是白色的月华 以及灰色的雾气凝聚 周围肆虐的力量 都被阵法吸收聚集起来 然后宛如乌云一样 不断地扩散扩展 把整个泥泽之地都给覆盖住了 感受到异样的生灵 都抬头看向天空 眼睛里面充满的恐惧和绝望 那些在自爆之下 都没有死去的妖兽 以及受伤严重的无影灵他们 此时感觉天塌下来了一样 身体被压迫得无法动弹 就是已经进入住基期 身体上的风节已经消失的大泥 此时都感觉到了莫大的恐惧 映入眼帘的 就是天空上那无穷无尽 奔涌游走的雷霆 野生恶魔在雷霆出现的时候 眼里充满了畏惧 身体快速地闪现几下 就消失在了森林里面 其他妖兽想逃离这里 特别是受伤最轻的银色蝎子 还没有来得及逃出去 就被一道恐怖的虚空雷电给击中了 身体瞬间麻痹了无法动弹 从空中掉落在地上 接着就是一道一道的雷电轰击下来 持续不断地轰击在他的身体上 毁灭他的身体 毁灭他的灵魂 炸裂吧 屠虐吧 许清禾手舞足蹈地 发泄着心中的憋屈 畅快地释放出来 凭空而生的一片一片的雷霆 轰击在泥泽里面 轰击在妖兽的身体上 轰击在木桩上 树干上 除了几个人之外 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雷霆疯狂的轰炸 九霄雷霆镇 把这里轰炸成了一片发焦发臭的废墟 所有的木桩化为粉末 九霄雷霆镇也不攻自破了 雷霆的力量是狂暴的 凶悍的 撕裂一切抵挡在他面前的东西 自然他来得快 消失得也快 雷霆消失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静 而许清禾因为消耗严重 已经奄奄一息了 脸色苍白无血丝 就是走路都摇摇晃晃 就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身体极度虚弱的他 找到已经没有气息且烧焦的大霓 本章完 第五十七章 血之珠 小说 丹道至尊 作者 明雷 用仙针划开他的脑子 取出一颗黑色的腰和收好 然后凑到大霓的心脏位置 刺出一个孔洞 里面还有少量的鲜血 被他艰难地猛然一吸 心脏里面的一点点鲜血 就落入他的口中 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很是邪恶静宁 转身 他又走向了大鳄龟 刺破鳄龟的脖子 张口就咬上去 猛烈地起来 大量的鲜血 就沿着鳄龟的脖子 进入他的口中 随着他吸收的鲜血 越来越多 身上的气势 慢慢地开始稳定 且渐渐地增强 江芷欣他们 虽然没有被雷霆攻击 但也被雷电惊醒了 吓到了 脸上除了恐惧 还是恐惧 完全无法动弹 就像瘫痪了一样 小白也受伤严重 拖着虚弱的身体 走向许清禾 然后学着许清禾的方式 直接找到银色蝎子的身体 张口咬了下去 先是吞了腰盒 接着就是把已经 所剩不多的鲜血 也给吸入口中 其他人惊悚地 看着这一人一兽 找腰兽的尸体 刨开尸体 取腰盒 吸鲜血 如此连贯熟练 金鹿娘与夏红卵两个女人 已经开始呕吐了起来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自己需要什么 就自己找 找到的就是自己的 刚刚那一下子 肯定引起了森林深处 更加强大的存在的注意 如果你们不赶紧的话 那么等更加强大 妖兽过来 我可不打算继续陪着你们 在一只妖兽的鲜血 被他吞噬干净之后 他又找到了另外一只妖兽 拿出腰盒 吞噬鲜血 巨量的鲜血 进入他的身体里面 一股一股燥热 由那儿外散发 身体周围都开始出现热气 江指星他们也没有犹豫 焦急地开始收集材料 特别是白月枣的核心 他是经过九牛二虎之力 才破开妖兽的身体取得 其他人要破开妖兽身体 都是非常艰难的 根本没法如许青 和那般轻而易举 此时他们都怀疑 许青和根本就不是一个舞者 而是传说中的修士 太恐怖 太强大了 之前的雷霆 这还是舞者可以拥有的力量吗 只有江指星知道 许青和还是一个舞者 只是刚刚那恐怖的力量 是如何引起 他无法猜测到 可能与他背后人有关系吧 是他的底牌吧 许青和一边吸食妖兽鲜血 一边收集直接所需要的妖兽材料 然后带着心满意足的小白 就向远处掠去 没有多久 江指星他们 就感觉到了一种恐怖的压迫 走 不想死的话 马上离开 许青和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他们耳边 他们也没有因为材料珍贵 而恋恋不舍 非常果断地 带着收集好的材料 就冲进了森林里面 一刻不停地 向着许青和的方向靠过去 他们都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中 许青和的选择 一定是最为安全的 脸色凝重的许青和头也不回的 带着他们 一直向着大海的方向狂奔去 那速度比来的时候 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甚至比之前寻找小白他们 还要快上一分 这简直就是拼了命的移动 而江指星他们 只能看到许青和的背影 跟着背影 拼了老命的运转真气 追随而去 他们可不想因为 略行速度太慢 而被许青和 抛弃在这满是致命 危险的森林里面 只要靠近大海 进入边缘的红树林中 才算是真正脱离了 这片恐怖的森林 许青和的眼睛 闪着微微的光芒 盯着前方 身体在快速地移动中 而他们离开的尼泽中 此时出现了强大的妖兽 一只身体庞大 全身黑毛的巨大狗熊 以及一条有三个脑袋的 满是鲜艳花纹的蛇 境界应该都是达到了助击期 甚至超过助击期初期的存在 好在这两妖兽 主要是查看了一下周围的一切痕迹 释放出恐怖强大的威势 且发出怒吼 好像在传达什么讯息一样 听到声音的许青和 脸色更加阴沉了 移动速度再提一分 口中一口先血吐了出来 那嘶吼的主人确实很强大 对方应该不是擅长速度的妖兽 不然 他们移动的速度再快 也恐怕没有机会逃脱得了 好在 他们经过一个时辰的高强度奔走之后 那股恐怖的威慑之力消失了 但许青和可以明显感觉到 在威慑之力消失之前 有几个明显人类的气息也消失了 应该是被妖兽给清除了 这也是他之前果断急速离开的原因 有那些窥视的人殿后 他们可以帮自己抵挡一波 或者背一个黑锅 毕竟他们不可能如此果断地离开 一定会隐藏在尼泽周围 查看之前发生的一切 但是让他依旧有些怪异的是 刚刚在威慑之力出现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了另外一股隐晦的力量 引起了他身体中邪性力量的震动 不是野生恶魔引起的 而是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存在引起的 不知道是因为这股力量的出现 让那个恐怖的存在最终放弃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但可以肯定与那个邪恶存在 有一定的关系 那是什么 他有些不解地猜测起来 一刻不停地奔走了起码三个时辰之后 包括许青和在内 所有的人靠在一块石头上 身体喘着粗气 人犹如烂泥一样 手脚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眼睛发白 衣服上全部都上汗水 且生腾出丝丝白色的水气 除了急促的呼吸声 再没有其他声音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许青和拿出一个瘦皮水壶 饮了一口 浓郁的血腥之气 充斥着整个脑袋 这是之前收集的 唯一一袋瘦血 虽然有种恶心的感觉 但是引入瘦血之后 明显可以感觉全身的那种撕裂一般的疼痛 有微微减轻 力量恢复也加快了 然后他忍者身体的剧痛 一一捏开其他人的嘴巴 把鲜血直接灌入到他们的口中 哪怕他们反抗挣扎 也毫无用处 当然他们本身体质就比他差 他可以动了 这些人挣扎起来 也不会比三岁孩子强到哪里去 想活着 就喝下去 如果不想活 或者等回去后 就废除武功的话 可以吐出来 刚刚急速之下 你们已经动用了身体蕴藏的潜能 也触动了身体根基 甚至有些人的肌肉 经脉 血管都出现了撕裂 如果不立马补充孕养的话 很快就会形成根基亏损 以及老伤顽疾 后果自然不用我多说 相信你们明白 说完之后 所有的人都闭上眼 艰难地吞下鲜血 默默地休息恢复 他们明白 此时这些妖兽鲜血 是最为合适的补充之物 而且对身体有极大的好处 只是确实难以下咽 本来神志不稳地 被这血腥之气一冲 差点点就有种要灵魂升天的感觉 他们休息了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简单地喝了一些水 还咬了几口小白狩猎回来的生肉 接着就开始继续赶路逃离这里 毕竟他们现在所处位置 还是太靠近泥泽之地 需要转移到更加远的位置 才能安全一些 小白因为是妖兽 之前本身吞吃了不少妖和 他现在恢复最快 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 精神很足 之后 他们走走停停了差不多四个时辰之后 才在一处比较干燥的食摊上 开始修饶许清河 也开始了烹饪一些简单的食物 如熬一锅肉汤 烤制一些肉串 其他人一休息 基本上连抬起手臂都很困难 甚至身体的动作稍微大一点点 就可以看到面目猙獰 呲牙咧嘴的模样 这是身体肌肉 以及经脉撕裂导致的痛苦 过来简单吃点点 垫垫肚子 之后休息两个时辰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差不多还要四个时辰就能到海边位置 可以转入外围红树林中 那里就彻底安全了 这回去的时间 将比来的时间节省了一半以上 大家也没有客气 艰难地移动到许清河的身边 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 你的手艺真的不错 你从前做过厨子吗 陈锋静一边吃一边赞叹道 没有 只是从小自己做饭 自己吃而已 食材不多 总要想尽办法 做得美味一点 才能对得起自己 这张口吧 他说的是假话 他的厨艺 根本不是来自这个是吃饱喝足之后 他们继续赶路 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任何 强大妖兽或者野兽 倒是野生恶魔穿梭在森林里面 遇到了一个古怪的人 一个满身邪恶气息 长着流的人 我操 竟然遇到了一个怪物 好恶心啊 一闪而退的他 快速远离那个怪物之后 惊叫起来 这个野生魔竟然会说人话 要是许清禾知道 肯定会死皮赖脸的 要与他好好交流一下 而那个怪物移动的方向 竟然就是许清禾他们所在的方向 野生恶魔看着许清禾离开的方向 又深深地看着怪物移动留下的痕迹 那个怪物很邪恶 与那个人类好像有一定的关系 要不要去窥视一下呢 可是他身上有仙气 克制住了我 算了 还是以后再想办法探究吧 现在过去 有可能会被 仙气扎死的 这个野生恶魔权衡了一下之后 转身向着许清禾 他们的反方向而去 两天后 许清禾带着所有的人 回到了外围红树林中 此时所有人紧张的神经 也慢慢地松懈下来 悠闲地向岳阳城的方向而去 夜间 许清禾躺在树枝上 看着天上的繁星 江芷芯这个女人 却是来到她的身边 轻轻地坐下 坐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说话 就是那样地看着天空 你很强大 嗯 怎么你不生气了 不恨我扇了你一个耳光 许清禾哪壶不该提哪壶 脸上含笑地看着她 有点恨 毕竟我也要面子 堂堂江家大小姐 竟然被你无情地扇了一个耳光 这要传出去 很没有面子的 一辈子都洗刷不干净 被人议论 但我知道 你是为我好 救了我和他们的命 哦 我怎么感觉 你有点言不由衷呢 没有 绝对没有 不管是当时 还是后来 如果没有你 我们这些人 一个都活不下来 说话的时候 脸上露出一些感伤 应该是为某些 已经死去的人在感伤 嗯 虽然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情报 白月早邀合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但我需要告诉你的是 任何借助白月早 起死回生的人 最终结果 都是给白月早 做嫁衣而已 白月早并没有死 她已经存在于 夭壳中 如果有人借助她 起死回生的话 她就会借助 尸体寄生 然后控制尸体 重生于尸体中 本章完 第五十八章 珍贵的材料 小说 丹道至尊 作者 明雷 许清和淡淡地说道 该说的 不该说的 该提醒的 不该提醒的 她都已经说了 至于她要如何决定 那都是她自己的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的 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我呢 江志兴明显恐慌 紧张起来 你又没有告诉我 白月早做什么用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而已 在修真戒中 用白月早的腰和 起死回生 那就是一个 天大的谎言 甚至是诅咒 江志兴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 认真地看着许清和 有些俊俏的侧脸 你是修士吗 不是 那你懂得修炼吗 懂得如何成为 一个修士吗 嗯 可以带我去见你师父吗 不行 许清和的回答很干脆 让江志兴都不由地生气起来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你讨厌我吗 有点 讨厌我什么 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控制欲强烈 许清和的话 直接让江志兴 有些哑口无言了 脸色 满脸的尴尬之色 还有压制不住的怒火 我有机会成为修士吗 不知道 可能有 你为什么不愿帮我成为修士呢 怕我比你厉害吗 不怕 就是不想 理由 没有理由 为什么 我不懂为什么 是我天赋不好吗 还是我不够漂亮 难道是因为那个蓝玉胶吗 本来很冷静的江志兴 突然有些激动起来 许清和面无表情地转头看了他一眼 继续闭上眼睛 不言不语 你说过 你会一辈子照顾我的 见许清和毫无反应 他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又温柔地说道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 那时只是童言无忌而已 忘记吧 为什么要忘记 可是我忘记不了 不是你忘记不了 是你不愿意忘记而已 想以此胁迫达到目的 江志兴脸色气得发紫发红 直接跺脚就离开了 许清和却是微微地叹息一声 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要挟 哪怕曾经的他 年少轻狂确实承诺过 那也只是看到美女动心后的正常反应 而此时的浩叶玲和金鹿娘 伸长脖子看着江志兴 见到他脸色难堪 怒气冲冲地回来 也都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虽然猜到了一些结果 但他们还是不甘心 言语怂恿之下 让江志兴试探了一下许清和 当然 他许清和又何尝不知道呢 回来的路上 他们各种献殷勤 各种想找机会 与他单独接触 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了 只是他根本不给这些人机会而已 第二天一大早 江志兴已经提前挥着剑向前走去 而金鹿娘 却是拿着一个水壶来到许清和的面前 身上的衣服穿得实在少得可怜 清和你渴吗 要不要喝一口 这是我早起专门收集的甘露 味道很不错 据说修炼之人都喜欢以鹿为饮 金鹿娘摇曳着身体 搔手弄滋道 不用 我不渴 只有那种老不死才喜欢喝鹿水 我喜欢喝酒 这样啊 那回到岳阳城 我请你喝有名的邵家老酒吧 据说是岳阳城最唇香的名酒了 许清和直接无视他 从他的身边走过 不用 我家里就有 继续赶路吧 别耽误时间了 金鹿娘收起水壶 也狠狠地一跺脚 然后就追了上去 一个上午 不是金鹿娘问他可不渴 就是夏红鸾问他饿不饿 还说自己也会一些厨艺 一个劲地问他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 浩叶灵比较矜持一点 陈锋镜就忍不住想与他交流一下呼吸之法 可惜许清和不想多说 只是提点了两句 就与小白一马当先超过江芷新 走在最前面 现在他们对他是非常恭敬 亲切 各种讨好 简直可以说是用舔来形容 都不为过 江芷新是一个记仇的女人 所以一上午 要么不说话 要么就是冷嘲热讽 只是许清和不接他的话 让他感觉很无趣 就像花大力气 垂在棉花上一样 很憋屈 很委屈 很想哭 也很想抱走 抱走许清和一顿 当然他不敢 也知道自己 没有这个实力 走在最前的许清和 很快就发现 前方路上有一个人 躬身在哪里等着 顿时让身后的浩叶林他们 警惕心大气 一是因为这个人出现得无声无息 境界应该不差 如果是要偷袭他们的话 这里恐怕除了许清和之外 没有几个人躲避得了 二是 他们身上有不少珍贵的妖兽材料 那可是 一笔庞大的财富 足够他们使用很多年了 怕被人盯上 给打劫了 许清和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 看着躬身的陈有轩 少爷 陈有轩非常尊敬地抬头叫道 嗯 你怎么来了 许清和很是冷漠地看着他道 陈有轩警惕地看了江芷欣他们一眼 许清和就直接转身 向着森林一侧走去 说吧 怎么回事 少爷 你不能现在回去 在家里 有先天高手正等着你 而且这个先天高手 之前已经与另外一个先天高手 在少爷家打过一场了 目前有很多双眼睛 正盯着少爷家 陈有轩有些担心地说道 哦 我知道了 其实在房子外的警示 阵法被迫之后 他就已经预猜测到了 只是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一直等着自己的出现 他脸上的表情 并没有任何变化 转而问道 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陈有轩在心中 还是很佩服少爷的涵养功夫的 明知道有先天高手来者不善 在家等着他 依旧能如此稳如泰山 没有丝毫慌乱 很想提醒一下少爷 先天高手的厉害 但话到了嘴边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因为少爷的眼神 实在太平静了 好像先天高手在他眼中 不值得一提一样 有些进展 这些孩子失踪后的踪迹 都终结于正西森林北方向的深处 我最近一直在森林中 寻找其他踪迹 发现了一些非人的脚印 或者线索 但还不确定 是否就是我们需要找的 嗯 做得不错 继续寻找更多的线索 寻找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安全 这件事完成后 我可以指导你 更加高层次的修炼 许清禾想到了 那个邪恶存在 觉得陈有轩现在的实力 还是有些低了 陈有轩脸上 顿时露出惊喜之色 连忙点头 一定不负少爷期望 我会尽快找到凶手的 嗯 去吧 陈有轩躬身身体一跃 就消失在了树林中 他不是被许家驱逐了吗 那个会员高手是谁 浩叶灵越来越看不懂 这个年轻实力恐怖的男子了 对江芷欣问道 不知道 应该不是许家人 许家的会员舞者 基本上我都了解过 可能是他背后 还有其他实力支撑吧 江芷欣也深深地 看了一眼许清禾 发现他已经回来 就实相地闭上嘴 不再多说 依旧一副小怨妇的模样 许清禾也不会解释什么 而是依旧向着海滩方向而去 陈有轩离开了许清禾的视线 但并未离开 而是远远地跟着 心里思量着 少爷可能不是先天舞者的对手 现在少爷没有任何隐藏的意思 所以他 已经做好了准备 少爷一旦不敌先天 他就是拼了身受重伤 也要带着少爷离开 依靠自己的速度已经隐藏手段 应该还是有一丝逃逃脱的机会 两天后的中午 许清禾他们终于走出了红树林 走出红树林这个开始 许清禾身上的气势 就若有若无地释放出来 处于他身边的僵纸新浩叶林等人 都能明显地感受得到 你们可以直接回去了 许清禾很冷漠都说道 没事 我们要去镇上办事 正好经过 一起吧 吴叶林说道 其他人也都点点头 许清禾也没有多说什么 去镇上的路 确实可以经过他家 到了沙滩之后 他的脸色直接阴沉下来 看着房子已经倒塌了 一片狼藉 而在房子前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 坐着一个装扮清爽 身体惊悍的老人 盘膝打坐 应该在冥想中 许清禾卸下身上的包裹 直接走向这个老人 昊叶林等人 立马紧随其后 跟上去 一副大友 要与其并肩作战的骑士 许清禾却地停下来了脚步 转头很是诧异地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回去吧 这里是我家 没有什么事情 我不能搞定的 江芷芯很不爽地哼了一声 转身就干脆地离开了 其他人看着许清禾 见他点点头 也跟着江芷芯离开了 当然 他们并未远走 而是在远远的地方 人群中看着 这次 他真的有点怒火了 谁那么喜欢拆房子 一个个都是惯着的吗 就在许清禾打算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小老头的时候 小白已经愤怒地化为一道虚影 扑向了老人 可惜的是他扑空了 老人一掌机在石头上 身体借力腾空而起 就躲过了小白的猛扑 但是 腰间还是被小白那宛如鞭子一样的尾巴 给抽了一剂 衣服碎裂 腰间留下了一道鲜红的血痕 老人轻身落地 稳住身体 看着像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许清禾 小白落地之后 身体微微服下 喉咙里面发出低沉的声音 来到许清禾的身边 现在的小白 对付仙超凡别的舞者 那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是谁 干嘛要弄回我的房子 声音冰寒的许清禾 犀利地盯着老头道 身上的煞气 不由自主地腾腾而起 碾压向眼前这个惊悍的老人 感觉到他身上的煞气 老人眉宇微微皱起 这是杀了多少人 才能有如此之重的煞气 百人 还是千人 眼睛微眯起 深沉地看着许清禾 有种要为民除害的感觉 其实许清禾杀的都是妖兽 但妖兽比普通人衍生的血腥之气 还要重 杀后沾染煞气 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开启灵质的妖兽 煞气就更加重了 你就是许清禾 那个吃了我的百年老龟的小子 山海老人从自己弟子 哪里知道许清禾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这样的年轻人身上 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煞气 这是杀人如麻的恶人 才会拥有的 此时的他 有些失望了 我是谁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毁了我的房子 那么就把命给留下来吧 至于说 吃了你的百年老龟 我是吃了一只老乌龟 但那不是你的吗 而是我的 许清禾很是强势地说道 本章完 第五十九章 江指新的家事 小说 丹道至尊 作者 明雷 小子 你也是心狠手辣之辈 这口气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山海老人脚下 已经开始慢慢移动 现在的他 不仅仅要警惕许清禾 还要警惕那只黑色大猫的偷袭 这可是一只实打实的妖兽 且实力很强大的存在 聚精帮中的两个弟子 可没有告诉他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子 还养了一只妖兽作为宠物 这是连他们先天舞者 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毁了我房子 命就得留下来 许清禾现在火冒三丈 只认死里 房子被废了 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要我一个老人的命 就看你能不能留得下来了 金汉山海老人 向他跨出一步 身上一种若有若无的气势 就冲向他 与他身上的煞气对峙起来 这也是常年出海 且海上厮杀的人才会有的气势 磅礴雄厚 绵延不绝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聚精帮元东 或者元尾的师父 再或者是父亲一类的长辈 他们拥有一脉相承的士气 嘴角冷笑了一声 对着小白摇摇头 示意不用他帮忙 然后向前走出一步 身体抖动了一下 就不受任何气势的压迫 一个刚刚进入 先超凡别的舞者而已 他仰手猛然地探出 犹如海蛇一样 毒辣刁钻 直攻这个山海老人的胸口命穴而去 老人看着他那纤细的手臂 攻向自己的胸口 不懈地嘲笑起来 一手抵挡胸口位置 一手就抓向许清禾攻来的手腕 在他的眼中 许清禾就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虽然身上气势很足 煞气很重 但依旧改变不了年轻 身体没有完全长成的事实 同样不相信一个小孩子 可以伤到先天境界的他 这是先天高手的自信 以及自傲 倒是觉得 许清禾攻击到他胸口的手臂 可能会被他的力量反正而伤 要么脱臼 要么骨折 没有任何花招的许清禾 手掌快速地拍在了老人的胸口上 顿时就像拍在了铁板上一样 一股巨大的反正之力沿着手臂就冲向他的身体 只是这股力量在传递到他身体上的时候 身体中一股更加雄厚的真气 直接把这股反正的力量给击碎了 山海老人微笑地看着他 他也微笑地看着老人 可是下一秒 山海老人的笑容凝固了 身体连续后退的同时 抓向许清禾的手腕 却是抓空了 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 竟然躲过了擒拿 身体一震 脸上浮现错愕之色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不过他的身体没有倒下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而已 身上的气势瞬间掉落不少 师父 一个青年很是紧张震惊的 从远处人群中冲了出来 要去扶住了老人 惊恐警惕着依旧笑脸的许清禾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小孩子 怎么可能重伤 以及先天舞者的师父 山海老人轻轻挥手 让青年后退 不用扶他 你刚刚是使用真气反噬 你作为一个先天舞者 难道不知道 真气可以轻易击碎 侵入身体中的力量吗 不知道真气可以直接 离体震慑对手吗 知道 只是没有想到 你使用得如此娴熟而已 你进入混员 或者说超凡 也没有几天吧 在你以貌取人的时候 你就已经输了 我许清禾也算是名声在外 你还因为我的年纪小 而小瞧我 那你今天这伤受的一点不冤枉 记住 不要小瞧任何人 就算是我使用出先天高手 才能使用的先天真气 也不值得惊讶 在许清禾说出先天真气的时候 山海老人脸色 确实变得精彩起来 能成为先天高手 并且增寿十年 正是一口先天真气 我确实小瞧你了 果然一代更比一代强 山海老人有些感慨道 你也不错 被我拍了一掌 真气入体 竟然还有余力在这里 感慨这感慨呢 你本身就受了不小的伤 应该是之前那个先天舞者 给你留下的吧 看在聚精帮的面子上 你的命我就不要了 不过现聚精帮一刻中 把房子 给我恢复完好录出 否则你的命在三天中 就可以去南海湾了 我说到做到 他说完之后 就像树荫之下走去 懒得理会这个 自以为是的老头 当然对于高手来说 如果不是拼命的话 基本上一招 就可以试探出 对方的深浅了 刚才那一掌 看似轻拍 却是运足了 他九成的真气 竟然没有把 这个老头给拍飞 不过他很快就就释然了 生活在海里的人 在风浪中生存 海浪的拍击力 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就是修饰 被拍到都是死 而他们常年生活在其中 身体已经被淬炼的 无比坚硬和强大了 当然也掌握了 化解力量的技巧 去叫人修住他的房子吧 山海老人 直接席地而坐 开始调息 这个小子 就是许家人 强大有分寸 虽然是自傲了一些 但有自傲的资本 是一颗好苗子 这次一定要带回船里去 不管用什么手段 老人在心里 暗暗地想到 他可以看出 许清禾的境界 并没有达到先天境界 比较模糊地超凡 如果不仔细去看 很容易被认为是混元境界 虽然与江家老头大战一场 受伤不清 但未必不是许清禾的对手 真要战斗起来 许清禾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他确实进入先天境界不久 甚至不到一个月 但是一点不弱于江家老头 甚至气血上 还要比对方更加旺盛 看着许清禾这个小身板 如此销瘦的人 可以施展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海上飘的人 在海边生活的人 哪一个不是被大海锤炼得又高又壮 胳膊比大腿错 可是他却是瘦不拉几的 身体中却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还真是一个强大的奇葩 我喜欢 突然山海老人笑了起来 这笑声 让远远窥视的人 都一脸疑惑和不解 而江芷芯他们 却是好像早有所料一样 无奈地笑了笑 果然如此 没有什么人是他搞不定的 再怎么强大 也只是一群凡人而已 陈锋镜突然说道 江芷芯 浩叶灵 金鹿娘他们起起转头 满脸诧异地看着他 陈锋镜却是无视他们 直接向镇上走去 不管要经历什么 我一定会成为修士的 等等我 夏红鸾对着金鹿娘点点头后 直接追上陈锋镜的脚步 可见 这次镇西森林之行 确实让某些人 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也改变了一些人固有的观念 很快 巨金帮的一群水手出现了 开始忙碌的修理房子 对于这个房子 他们实在再熟悉不过了 已经是第二次被推倒了 而最痛苦的就是他们 每次都是他们来修 要面对这个恐怖的恶魔 心里都有严重的阴影了 人多力量大 房子很快就修好了 而且更大更加结实 许清禾看了一眼新修好的房子 转头在望向 依旧在调息平复气血的老人 别调息了 就你那点手段 怎么调息 也无法平复身体中上冲的血气 且这种情况不出三日 必会蹊跷流血而亡 他说完之后 山海老人猛然睁开眼睛 看向他 但那平静镇定的眼神告诉他 这个老人并不相信 可那些刚刚修完房子的巨汉水手 却是把他给团团地围住了 奔涌的浓浓沙意都指向他 这说明 他们却是相信了许清禾的话 你们都退下吧 他不会让我这样去死的 山海老人淡淡地说道 好像置生死于都外一样 其实在许清禾说话之前 他确实感受到了一些危机 但绝对没有许清禾说的那么严重 真气逆转酒脉 气沉丹田 深土利藏 许清禾说了一连串的运气之法 而他也按照其说的方法进行调息 竟然只是运转了一个大周天 他身体中的气血就平静了下来 气息还微微有所加强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刚当他调息了起码数十大周天 身体中气血没有任何平复的迹象 而他说的运气之法与平常运气好像没有多大区别 只是有几个血管改动而已 竟然有这么奇特的功效 这是什么运气之法 如此神妙 山海老人很是郑重地问道 是什么 你就不用管了 记住即可 现在你该离开了 许清禾很是冷漠地说道 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表情 我自然会离开 看你的样子 镇西森林之行应该也很累了 巨金帮那边还有半个月就要出海了 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可以直接让巨金帮安排 知道了 以后这种事情能不能派个小弟通知一下即可 你们这些老家伙 还是在家好好养老比较好 许清禾尖酸刻薄的话 让山海老人顿时无语了 但就算如此 山海老人依旧没有打算离开 直接走进了他的房子里面 喂 老头 那是我的家 你是不是走错了 许清禾很是气急败坏地叫唤道 面对老头的无事 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跟进去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一定又是与修真有关的事情 进入后 山海老人关上门 脸上含笑地看着他 别这样看着我 你有什么话要问的就问吧 我想说的都会说 不想说的 你也别我逼我 逼我也不会说 你的房子之前是布置了阵法对吧 是你布置的吗 山海老人很是好奇道 因为他知道 能布置阵法的人 无意不是修饰 许清禾没有回答 只是微笑得不可置否地点点头 其实我进入超凡舞者境界之后 一直有接触修炼者 或者说整个巨金帮 更像是宗门弟子 设在岳阳城的一个消息收集点 直接点 许清禾懒得与他玩文字游戏 我进入先天境界才不到两个月 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但有一点你可能没有看出来 我的寿缘将近了 好 我明白了 听着 能不能驳出什么 就看你自己 我能帮你的 就这么多 许清禾突然打断了老人的话 自作主张的张口 就是一篇炼气功法 带到了许清禾说完 山海老人已经满是震惊地看着他 梁九才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我并不是向你乞讨修炼功法 我是希望你能加入巨金帮 将来有机会的话 帮袁伟袁东一把 我不希望他们如我一样 为宗门卖命了一辈子 最后连个机会都没有 本章完 第六十章 尼泽 小说 单道至尊 作者 明雷 我明白你说的 对于宗门的自私 我比你更加了解 如果你是那个世界的人 只要有足够的报酬 你想弄到什么样的功法都不难 但如果你不是那个世界的人 那么你再有钱 也得不到认可 修饰使用的东西 哪怕在他们眼中就是垃圾 他们宁愿丢弃山野 也不会施舍给你 其实 不管是修真剑 还是天剑 都是如此 山海老人摇着头苦笑起来 神情有些落寞地向外走去 你应该还有十来年的寿命 努力一下进入修饰境界 并不难 我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之人 你如果想他们兄弟过得好点 不像你一样 那么你就得努力了 我给你的功法不算差 也不算好 但足够实用了 这就是一张门票 你如果突破了 进入修饰的世界 你会发现 后面的一切都是 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 并不高贵 也并不神秘 谢谢 这功法叫什么 碧波爵 是曾经一个叫 碧波阁的小门小派的传世功法 如果聚精帮那天 有人能修炼到练气巅峰 可以来找我要后面的功法 届时 我会传授完整的功法给你们 现在 给你们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许清和异味深长的话 让老人沉思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明白 他向许清和深深的拘役功 就退出了房子 对了 保持你们海上的优势 对你们修炼有好处 海上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贫瘠 知道了 此时的山海老人 就像一个小书童一样 对许清和无比的恭敬 行得也是晚辈之礼 老人离开了 许清和却是没法平静下来 他确实拥有很多功法 不管是繁品 天品 地品 可以说什么样的功法 都有 这些东西 并不能随意给出去的 很多时候 得到并不是福报 可能是灾祸 就算是江芷欣这个女人 他都没有给 但是看着这些舞者 终生都努力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却是如无头苍蝇一样 苦寻无入门之法 至于刚刚 也正是因为山海老人本身有接触过修士 对修士很熟悉 已经半只脚要踏入那个世界中 只是没有门票进入而已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不介意给对方一张门票 而能不能进去 还要看他能不能突破 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我是救世主吗 不是 那么我还要苦恼什么呢 他自问自答地苦笑起来 摇摇头 倒头就睡到了木板床上 对着屋外大声叫道 小白 把东西叼进来 好 小白很是不满地嘶吼起来 在床上好好的睡了一觉 一直到夜里 星光射进屋子后 他才醒来 小白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 反正没有他的踪迹 自从白色变黑色之后 他的性子就野了 动不动就消失不见 倒是门口的位置 门框边靠着一个人 正一脸不爽地看着他 这个人在半个时辰前就来了 许清禾也一直知道 就装困不起来 让对方一直等着 你来干什么 他盘坐起来 看着出现的三叔许钱 很是冷漠道 你还有余钱在酒楼没有花完 我过来看看 你死了没有 我有没有死 不是应该很容易知道吗 还需要动劳你大驾 专门过来一趟吗 许清禾嘲讽地笑道 不行吗 你姐姐找到我 要求我好好跟说说你 不要惹是生非 本以为你死而复生 终于开窍了 会收敛一点点 现在看来错了 俗话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看来这句话一点没有错 哪怕是死过的人也一样 走上作死的路 那么就一直不会停下来 那既然你选择了作死 那你是不是要走远点去死 死了 也最好不要让人知道 避免一些关心你的人伤心 特别是你姐姐 许清禾说的话很尖酸刻薄 但许清禾心中 还是会有温暖的感觉 有人关心 总是会很欢喜的 当然许清禾的行为 在他们眼中 就是一直在各种花样作死 只是现在的他 有做的本事的而已 从前没有实力还作死 那就是自取灭亡 对于姐姐 她很少主动去打扰许娟 一是因为已经嫁作人妇出门不便 经常打扰容易导致王家老太怨言 二是 她终究有一天会离开这里 不想到时候太伤感 当然还是很关心姐姐的 如果姐姐过得不如意 那么她肯定不会心思手软 只是最近她惹出的事情比较多 各种小消息 确实是有不断流传出来 姐姐在王家 应该也不会受到任何委屈 只是这样 她姐姐也不好过来见她 碍于王家规矩 作为人家媳妇 是不能随意外出的 哪怕是见自己的弟弟 也是不能随意任性而为 而王家并不是什么大家族 只是一个小家族而已 在很多事件里面 是受不了任何风波波及的 所以她姐姐很少过来 避免一些险恶之人 针对王家 作为唯一的亲人 她何尝不想多过来看看呢 其实许清和最近 也有一直在考虑姐姐的事情 只是有些纠结而已 还没有下定决心该如何处理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现在也看到了 我活得好好的 你可以离开了 许清和直接送客 现在对于她来说 整个许家除了姐姐之外 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如何面对其他人 有愤怒 有恨 有仇 但有些东西 是无可用言语表达的 许前张了张嘴 深深地看了一眼许清和 转身就要离开 走到门口位置的时候停了下来 如果可以话 放过许家吧 这些年许家不能庇护你们 也是有隐情的 她声音比较低落 哀伤道 哦 那是老头让你说的 还是许强 至于隐情被她直接忽略掉了 有区别吗 不 有很大的区别 你永远不会懂的 没有谁叫我来 是我自己想说的 我知道你不喜欢 与我也不亲近 我就说说而已 那个许家可能不是你认可的许家 但至少是你父亲认可的许家 如果她再话 我相信她会入围一样 说相同的话 哦 是吗 我只知道 我们一家已经被驱逐出许家了 至于你说 我不喜欢你 不亲近你 应该是从我被发现是一个废物开始 你就开始瞧不起我 对我永远只有冷嘲热讽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叫我如何亲近你呢 如果你认为我是看不起你 那算是吧 许钱表现得很无奈 好了 这些都过去了 再说也没有意义 毕竟他们都离世了 而我与许家之间的事情 你就不要掺和了 有些事情的真相 你永远不会了解 许钱看着许清禾 略带疑惑的轻声道 真相吗 说完后 也不等许清禾回答 就直接关上门 在门的另外一边 两久都没有离开 最后深深叹息一声 可能我真的是看不起你吧 在家族所有人都认为 你是废物的时候 我不应该添柴家伙 其实 我只是想你能振作起来 我和大哥那么亲近 怎么可能真的看不起你呢 可能你后来的行为 确实让我真的很失望 真的也就看不起你了 他的声音比较小 有愧疚 有自责 但最终还是离开了 他可能不知道 但我继承了他的记忆 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许清禾在房子里面 无声地说道 在整理所有的记忆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了 很多人表面是为你好 实际就是纵容 让他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而有的人出言恶毒 尖酸刻薄 其实本质内心 法是为他好 他知道 随着自己在岳阳城 做的一件事情 声望越来越高 这无形中 就会给许家 形成巨大的压力 毕竟此时的许家 处于一个遮嘎的位置 本来他的崛起 应该是整个许家 鼓舞高兴的事情 但现在他们 却是高兴不起来 甚至还有更多的人 在背后议论着 许家当年瞎了眼 把一个家族弟子 如此放弃 还有更多的人 在暗地里指责 许家的无情 许家的活该 许家的自食恶果等等 甚至更多的家族 此时正暗暗地蓄着力 就等着他许清 和与许家清算的那一刻 要好好地看戏 要渔翁得利 对于这样的事情 关系家族利益 没有人会好心 从中调停 更多的是 恨不得落井下石 甚至有的人 在诅咒许清和和许家 最好能两败俱伤 对于这种 亲者痛愁者乐的事情 许清和肯定 不会让别人得逞 但他确实还没有想好 该如何处理 与许家的关系 如何清算当年事情 说放过许家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情于理 与已经死去的许武勇 都不可能 蓝玉娇其实昨天就知道 许清和已经回来了 碍于想拜访他的人比较多 同时知道他 正熙森林之行的时间较长 肯定也很累了 所以就没有过来打扰 直到第二天早上 看到许清和光着膀子 在大海中翻腾 才提着满是水果的篮子过来 而许清和 也把正熙森林之行的 所见所闻 如讲故事一样 说给他听 他是一个不错的观众 时不时会因为紧张 而惊呼起来 也就在他说到关键时刻 张吉祥老人 在孙子的搀扶之下 来到许清和的面前 清和有时间吗 张爷爷你来了 我有事先走了 蓝玉娇起身就要告辞 却是被张吉祥阻止了 事已没有关系 而许清和看到老人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猜到了 对方所为何事了 看你这样子 好像事情有些严重了 张吉祥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可以从许清和的表情上知道 他肯定猜到了什么 还是之前那件事 我那主卖表堂哥 可能时日不多了 但他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我的两个侄子过来找到我 希望我出面能够请你 去一趟 张吉祥说完后 就看着许清和 而许清和也微笑地看着他 没有回话 他们也是经过打听之后 才让我出面的 显然是之前做过准备 他从身上摸出了一个 珍贵的炫目盒子 许清和一直没有说话 看到他打开盒子那一刻 才感觉到有些惊讶 露出诧异之色 不得不说 在岳阳城这里 能看到一块零食 那是非常稀奇的 而看到有属性的中品零食 那基本上可以用奇迹来形容 在这样的地方 说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宝贝 都不为过 盒子里面躺着的 是一块非常纯净的中品水零食 有属性的零食 一般都能作为炼器材料 炼丹材料 或者用来其他作用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